好,那九三這一個是三次十系數多項四 好,那看到1加i是一個根,其實我們要聯想到怎樣呢? 也有1-i 對,也有1-i 所以這樣子,它這裡就有兩個根了 可是它是三次的 所以三次的話頂多 它只能有三個根 對,十根須總共三個 所以它只剩,只剩什麼? 只剩一個根 對,只剩一個十根 第一個我們要先反應到這邊 好,那有了這樣子呢 我們第一個當然就可以選 1-i是0 那2加i一定不是0 因為如果2加i是0的話 就會有2-i 這個不等0,所以這個也是對的 好,那第五個也是在考這樣的概念 第五個就是說我們現在呢 我們知道它在什麼呢? 對,在0的時候是正的 嗯 在2的時候是負的 好,那4的時候 對,它這樣子連嘛 嗯 那4的時候呢 有沒有可能往上翹呢? 不可能 對,因為為什麼不可能? 因為這樣就會有兩個根 對,如果4往上翹 就這裡至少就有兩個根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 已經剩一個十根 根就是跟走了焦點 這是不對的 所以4的時候它只能一直再往下翹 它這裡可能有轉彎 但是3次會轉,大概會成直 類似長這樣子 嗯 所以這裡就 4就一定要是負的 都不可能往上翹 好,對 所以這個是那個 對的 好 那接下來第三個 fx等於x有沒有解呢? 好 就是說 這裡的核心概念就是說 因為它是3次的 好 3次的 你今天把它 3次的 這個 減掉x之後還是3次的 就是我們現在有個g g我們把它叫做什麼? fx減掉x 這3次的減掉這個 那還是3次 嗯 好,那3次就是怎樣呢? 3次這等於0一定有根 有 因為3次的圖就是 帶很大的 如果它是 反正很大跟負很大 一定是不同調 它有可能是長成這個樣子 或者是長成這個樣子 嗯 就是 3次就是頭尾一定是 不同調 所以它一定都會跟 都會有根 對,都會有根 所以這個是那個 嗯 好 所以這個一定有根 所以這個就不能選 好 那 現在呢 這個東西我們要把它這樣看 fx3-x 好 那這個把它帶進去呢 這樣就變成是什麼 對 對 把3次再帶進去 它就變成是 9次 9次 對 那9次再減掉這個 還是9次 對,還是9次 不是變8次 是9次 基數次怎樣 基數次的特性就是 一定會有10根 嗯 你可以用圖形來看 或者是 因為虛根成雙 所以基數次必有10根 所以這種 這種很喜歡考的基數必有10根 好 所以這個就不可以選 所以這題答案就是那個 1 2 5 對 基數次必有10根的概念 好 那虛根成雙的概念 多像是很重要的 5次 2 2 2 1 1 感谢观看